施工路 這條施工路不是健行 而是我們去體會上人 他每一天在見面的過程的閉路攔影 這路以前都是從金森到醫院 機會都是常常這樣玩法 後來我們十大的同學 才把這條路稱作施工路 心靈的風光 為了見到善人值得啦 酸淚也是值得 這段路非常的遙遠 如果施工善人每天都要走 所以我們平時有車坐 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施工善人每天走的路也不容易 然後很感到有更景色 很難不敬佩善人這樣子 他走完之後覺得真的 信心毅力跟勇氣是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一起經歷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回國之後 應該都有所欺慮的這樣 有了不安心 他一個個故事 走在用盡 用盡固著的路 我 為多教會眾生 為佛教會眾生的信任 為佛教會眾生的信任 我讓你坐下 有了不安心 在你身邊 有了不安心 人數不安心 感谢观看